那么接下来我讲这个脑池皱漏这个转体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就刚才郭毅主任也讲了一部分 我呢从他的从我目前来讲留见的一些采考文献和我的一些认识吧 目前我们一月进行了这个脑池皱漏手术的一个隆理 还有一个新技术申请这些东西都雇了 那么接下来因为新技术申请完了又有一年的一个试用期 那么这个试用期考核没有问题进行一个推广 事实上我在申请了我们三西省的一个刷油下级层的一个项目 已经在向我们第四季医院去剿解这个技术 那么经过我们应用的这么两年 我觉得这个技术可以作为独立的一个技术 比如说咱们外伤中可以用 那个脑池血中可以用动脑流动可以用 那么甚至素种碰见脑碰触的这些手术 这种情况都可以用 第二的话就是说对于咱们手术当中出现这种状况 多了一种应付的手段 这样是对咱们手术的一个效果是很好的 那么我从大概的六个方面来讲一下这个手术 那么现在因为在脑外伤中 咱们目前来讲常规的去骨白解压 就是说这个脑散为了预防脑水种 去骨白解压 那么这个去骨白解压目前来讲碰到很多的问题 这个文献中述是一个最新的 这个2018年 这个作者Angle 他进行过一个Recycle SAP的一个临床试验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试验完以后 这个Decro和Recycle SAP 这是协助咱们子男的两个临床试验 那么Decro这个试验表明 就是说双额的去骨白解压 对于外伤是用处不大的 那么Recycle SAP 讲的是这个ICP DC就是说这个去骨白解压可以救命 可以明显的降低颅内 可以把病人的生命救下来 但是留有长期的残疾和周围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说 提出了疑问 就是说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另外一种手术可以取代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代替 那么现在文献中也有一部分病人 一部分专家就是说 把骨头给它复回去 复回去用那种泰零剂片 把它骨头稍微撬上 那么一两个两三个毫米 骨头往外外移一点 然后用泰零剂片固定住 这样的话就是说 等于是咱们给它减轻一定的容积 是这么一种方法 因为它计算了一下 就是说这种也可以给它解部分牙 那么它这个文献中 踢到一个脑池造漏手术 就是说目前这几年 估计是要来进行的一个 外伤中应用的一个手术 那么这种手术呢 可以大家去尝试的去应用 那么这个脑池造漏手术吧 就是说它 这是我从APP文学上摘录下来的 关于它一个急奔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手术 因为最早实际上是 这种手术 咱们在动漫流手术中 是不经意的用 就是说我们碰到动漫流手术 咱们要开放脑池 这要颅压下来 才能暴露血管 这样的话你这个手术才能完成 如果没有这个部罪 脑子肿的话 你没法进行动漫流加壁手术 那么它这个 就利用这些 血纹外壳和露底的技术 打开露底脑池 这个露底的脑池 要打交叉池 降动漫流池和交接池 释放脑池 这样的话 我们素中可以 明显的把露氧降下来 那么是脑池 从随重的脑子 就经过这个血管周系 移位到脑池 而且关键的是 我们素后又进行一个 脑池的引流 交接池的放个引流管 引流大概五天 我们也有引流七把铁的 根据病人的情况 那么这个手术 就是首先在 萌线上看到 我最早是看到 App也参与在做 后来我查到 咱们功能也有专家 也在做 后面有讲 那么这个 我和他 联系上以后 就是看了他 好多的萌线 他实际上就是说 最早的时候 学过动漫流手术 他把创传的 左脑下小出去 误以为是动漫流 先左脑下小出去去做 那么这样 就按动漫流的 这个手术的 原则去 释放脑界 是脑子开放脑池 是脑子变松池 那么他这个病人 以后他 找了很多 没有找见动漫流 那么手术以后 这个病人的效果很好 完了他就把这个理念 椰伤到 所有的脑外上手术中 进行了十年的 一百五 一千五百例的戒列 然后写了一片蜿蜿蜿蜿蜿 而且受到 很厚的效果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十年的戒列当中 他就相当一部分病人 就不用去骨白剪 这样的话就是说 他这个手术 在他那儿 现在大部分的病人 就不需要去骨白剪 因此他就 在把这个手术 向其他的医生 来进行推广 那么这个 我是和他联系上以后 我们和归宜去年 去他那儿开会 就是说我们手术中 碰到的一些问题 也和他进行一个讨论 这是他的拜广 这是他那个医院 在这个期间 我们碰见 撒诺教授和约翰教授 都在他那儿开会 那么 后来我看 咱们国内最多的文系 是95年 95年 的一个 中华 创伤杂志上的一个文章 这个是四川 在花西医院的高利达教授 他是脑基地质 引流在重型轮动 所上的应用价值 那么他的这个文章 有共22例 就是说他手术 完了以后 又开放脑池 进行天幕 起开基地水引流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他手术以后 测试这个乳酸 或者是红细部含量 留见他的变化 这样的话 就这一组病例 他可以降低死亡率 提供病人的愈合 那么后来 咱们国内也有好多的文章 就是有的是打策略池 有的是打降动脑池 就是说在这些地方 不同的脑池 都足够一些文章的报道 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说 可能就是因为脑池打开以后 释放脑界 对于这个病人的 宿中的控制 和疏后预后的管理方面 都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路底脑池 就是说咱们 这个路底的这些解剖 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们要 首先交叉池 最好听 还要讲动脑池 打开这些脑池以后 脑界就可以开到溜出来 溜出来一边冲洗一边洗 这个时候脑压就下来 下来以后 我们再向后 把雷粒盔子木解开 解开以后 这个雷粒盔子木功能 我后面又要讲 雷粒盔子木 就是说这个膜有解开 与不解开 有什么差别 最好的话就是 Lot就是在这方面足够一些 也是这种理工型的推测吧 那么这个 雷粒盔子木 这个是最早的一个 关于它的解剖 因为这个模 它是沟通沟下的一个模 它的解剖变异 有这么几种 有时候咱们解雷粒盔子木 是可能解开 剑脑木和装脑木 它都是在 后床都在复制 这样的话 我们解开的时候 可以需要解开两层 那么 后面这两层 别解开一层就可以 它这个模是沟通 木上木下 脑界循环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模 那这是一个 内镜下的一个 雷粒盔子木的一个解剖 就是我们要把 这层又打开 打开后 可以看到基地动了 这样的话 就是说 把 翘切尺子下 血腔脑界 给它进行 重复的冲洗和吸引 那么这个雷粒盔子木 就是说 这个模 因为我做了一些手术 这个模解开与不解开 或者说这个模 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功能 我看了好多网线 也没有提到 那么这个点网线 是Lott教授的一个 一个模型 就是动脉瘤手术以后 它中半时造落 再加上 雷粒可以这么解开 可以降低 脑界水的发生率 那么 它的这一组病例 一共有 600多例 600多例 这个素质都是它一个人 那么这600多例 的手术 完了以后的 水防 脑界水发生率 只有3.2% 那么和咱们 一般常规的这种 手术后 百分之17 甚至有的百分之20的 脑界水发生率 是明显的下降 那么这个下降的原因 它在讨论部分 进行了分析 应该这是它 树中的一个 手术的一个 模式图 要中半时解开 造落 也要进行 Liliquism解开 那么它的 最后进入部分 为什么解开 Liliquism可以 影响地降低 脑界水的发生率 它认为 中文虾要出去以后 那么Liliquism 肯定要聚集 好多的血量块 因此是发生 椰症增厚 那么这样 在这个 球骑之子 九骑之子 产生一个 脑界的小墙 因此是可以 影响脑界的循环 现在有的文献 因为柜一座 我都看了没有 有的文献认为 单纯的 中半身造漏 恢复不了 目上下 目下脑界的 脑界的循环 那么通过这周 它因为 出了 中半身的造漏 它又加上 Liliquism解开 解开以后 它这周病例的观察 它认为 中半造漏 再加上Liliquism解开 可以恢复 目上目下的 脑界的循环 最后的话 就是说通过这个手术 解开Liliquism 最后的话 就是说 目上目下 脑界循环很通畅 可以结成 它的脑界的循环 那么它这个 最后也是认为 它是一个单中心的 它需要更多的人 来去采加这个 这样的一个手术 这就是说 更多的人来 业症这个 这个 理论 那么这个脑界循环 这几年 进行了 一个 有些新的认识 这是咱们 经典的一个 脑界循环动力学 从四脑界 曾老师到四脑界 琢磨下墙 然后咱们的 琢磨扣力学习 还有一个 嗅球的 或者是 这个 周围神经的 一个琢磨下墙的循环 脑界的循环 那么 事实上 对于脑界的循环 这么 将近一百年来 有正确的认识 也有创物的认识 其中一个 脑磨虫 采上脑界 这样的话 就是脑磨虫 并不是唯一 采上脑界的地方 那么好多 最早有 脑磨虫切除 治疗脑界水的 那么 就是说 脑磨虫切除以后 这个脑界水 并没有解清 而且有的动物实验 就是把所有的脑磨虫 切掉以后 脑界水还能有 那么这样 卸在脑界水 肛部上 不用脑磨虫切除了 那么这片王线 就是克罗蒂亚的 一个作者 它这个中心 就业绩脑界循环 我们今天在 意大利开会的时候 他就专门介绍了一下 关于脑界循环的一些 他的一些认识 就是一百年来 这个脑界循环 有正确的认识 有创物的认识 相当一部分 脑界循环 就是说 不正确的 那么 12年的这个 这个文献 这个 就是脑界循环 就是脑界循环 这就是 脑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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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脑界循环 是非常丰富的 和脑室和脑室之间 几乎没有多少进行沟通 最后的话就是说 这个脑界循环 它经过一个 模型血管静脉端的一个实验 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那么咱们脑界循环 从琢磨下桥 一直动完的血管周系 进入到一个胶着细脖 然后和胶着细脖代谢材物 一起循环 微循环到了静脉端 然后液着血液循环走 这就是咱们这篇文章 认识到一个胶着细脖 循环的一个通路 那么由了这个通路以后 它又要做一些动物实验 就是说这个外伤以后 这个通路的功能 下降了60%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脑水种 这个循环的一个动力 就是一个动脑的不动 和压力梯度 就是咱们脑界循环的一个动力 就是一个动脑不动 和压力梯度 在这两个动力的驱动下 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 这个脑界的循环 是这么一个情况 侧脑式 三脑式 四脑式 然后到脑吃 脑式系统到脑吃 那么脑吃到静脑系统 就同时刷销的 因为它目前来讲 咱们认为脑界循环 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APP一层又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个 一位型脑水种的理论 就是说 装满下降出去以后 它的脑吃的压力是升高的 那么这个脑吃压力升高以后 它会送着压力梯度 也得修改周细 这个叫脑式值 那么引起脑水种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手术 手术的目的就是要把脑吃 脑吃打开 脑吃打开 并做引领 那么脑吃的压力下来以后 把一位的脑水种引领出来 这样起到一个怀解脑水种的作用 那么这样原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发现有这么重要状况 这个是脑式的引领 我们做荣亚接护以后 脑式引领馆 脑式引领馆出来的脑脂液是清料的 那么这个是脑吃引领 那么脑吃引领的血性脑脂液 这个要持续个五天 甚至到七八天这样子 那么这样我的理解就是说 这个咱们引领的是下游 那么这个是 当然脑脑虫 它也是采生脑脂液的地方 那么这个咱们脑式的引领 一般的脑外伤 它脑式是没血的 它的引领出来就是 咱们引领了 单纯引领了清料的脑界 并没有给它进行一个血性脑界的 治怀 或者是扩清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引领这部分脑界 应该是对病人有好处的 当然这个方向 可以进行一步 进一步的去研究它 那么由了这个脑池 造漏以后 我们手术中 因为水种是这个样子 那么咱们 把脑池 颅底的脑池打开以后 那么这个水种 可以兼顾这样解决 这样的话就是说 避免素种的这种状况 就是 大家足够脑外伤都知道 一旦 如果素种压力高 解开硬的 我们脑子碰出来 咱们就不好收拾 只能是 只能是匆匆的拐炉 因此而 有了这个手段以后 我们就可以 从容的 有效的 控制素种的一个脑碰素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有了这个技术以后 我们脑外伤 包括咱们素种 有了新的一个手段 那么在脑外伤的应用 它是一个 标志一个 新的一个时代的开始 这是 App医生写的一篇文章 有了这样的话 就是一部分病人 可以不用去骨败 那么而且关键是 它对于病人的愈合 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那么这是在17年 17年印度的一个 Luno创商的会上 做的一个讨论 那么他们讨论就是说 重型弄到手上脑随 重手术治疗的选择 那么因为有了脑齿造落以后 有这么多的选择 第一个 单从去骨外 这是咱们经典的 经典的脑外伤手术 脑外伤以后 咱们龙亚高 就是去骨外减压手术 那么有了脑齿造落 我们去骨外的同时 可以加上脑齿造落 这样的话就是说 这个 如果是说 现在实际上 咱们刚开始的一部分 手术医生 可以进行这个手术 因为去骨外减压 咱们的基础上 在做脑齿造落 这样的话 你对这个手术 有一定的认识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 你可以固度到 单从的脑齿造落 做上一部分病人以后 你对这个手术 有体会 有认识 那么在 在这个基础上 在做单从的脑齿造落 在这个时候 你有一部分病人 就可以不用去骨外戒 这是他们印度 去年的一个 学术会议上的 一个讨论 这是Pasibat Pasibat 他做的脑齿造落也很多 今年他也进行了一些 培训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年 在意大利的一个 Luno Trash的 新进展上 参加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 专门在 世界上线外科 协会给咱们脑齿造落 专门 给了一个专潮 那么一共有 列网斯七个讲者 第一个是 IP上讲的一个 关于脑齿造落的 这个 学在脑齿造落的 一些病人 和他一些 做一些比较 还有一个理论潮 在优先脑齿造落的 一个 一个 阐述 那么 瑞碟的这三个 三四五 那么这三个人 是一个科室 他们这三个专家 从不同的角度 来进行 把脑齿造落的 一个 他们一系列的 研究 进行一个 一个阐述 非常 非常 连续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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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解 那么这个是一个 意大利的一个 大夫 讲的 早期的 刷额区关节 和众先龙龙龙爽 他也做了脑齿造落 那么我讲这个 最后一个 就是说脑齿造落 在众先龙龙爽 那种管理 那么目前来讲 这是意大利的 这是瑞典的 两个 这是郭主任 还有 艾培 还有这个 我们一起 缴 以后 做这个 照相 那么这个 是2018年 美国 一次协会的 一个 会议 摘友 我看到这个 文章以后 他的这个题目 这个文章就是 那个 谁 Nega的 Michael 还有一个 Jeffrey 一起 做的一个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 他的 只有摘友 因为他这个文章 还没有 发了 就是说 去关节 对 纠正联络 是一个 损害 可以损害 纠正联络 他讲到这个 聚白解压 和 所以以后 因为 咱们动脉 是穿固 脑屎制 进去的 这样的话 这个聚白解压 这个穿动脉 的波动明显 降低 那么这样的话 是通策和对策的 纠正联络 受到激性 和脉性的损害 那么引起 纠正细胞的增生 反应 炎症反应 都要引起 他的用度和 功能的下降 那么 他又把这些 老素 做了 古半复位 古半复位以后 他在 可以恢复 脚正联络 而且可以加速 这些动物的 功能的恢复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是一个 老素动物的模型上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区块解压 对于脚正联络 是一个 损害的作用 而且引起 他的认质压 引起他的 用度功能的下降 因此 就是说 对于 区块解压来说 目前来讲 就是关于 他和脚正联络 络络 直接的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 最新的一个 沦陷 那么这个手术 我接下来讲 他的手术方法 手术方法 这就 不复杂了 大家有 读有 颅底解剖 还有动脉瘤手术的经验 这样的话 这个手术 一般我就是 按照一叠开路吧 一叠开路 因为他要用血维镜 因为这个手术 要用血维镜 一叠开路 我们把 跌过几 摸凭 和咱们 做动脉瘤手术 引起 切记 要用摩钻 把它摸好 摸好 这个 这样的话 我们素装 进入路底的脑池 更容易一些 那么进去以后 我们要把额叶 抬起来 解开 交叉池 然后向后 交叉池 这个时候 我们再做一些 脑界的施放 把奖动脑池 解开 然后再 把 雷雷窥 解开 这个时候 在 手术 完以后 进行 这个时候 得到 很厚的 卢亚的控制 教导我们 再放一个 引流管 引流管 放到 桥尖池 然后 引流 五天 到一个礼拜 左右 那么 接下来 我又 一组病理 前面是 个案的 一个 手术 也是吧 那么 这个病人 是个 34岁的女性 GCS 是八方 这个病人 没有脑散 CT是这个样子 欢吃 看不见 还有一个 爪恶的 一个脑处理 烧 这个 而且是 整个它 CT上 也是一个 脑确许的 一个情况 那么 手术 我现在 就是说 双眼的脑外烧 我要上头架 上头架 我们 术前 又放一个 卢内尔接护 首先 看它 粗压 是多少 那么 这个 这个点 就是 这个是手术 切口的线 那么 这个点 我们画成 画的是 穿刺点 穿刺点 正好 这个 这个切口 经过这个 穿刺点 那么 这个是我们 画的 这个穿刺平面 这个线 这样的话 因为 在这样方法 的话 就是我们 在数中 尤其是一部分 病人 老水肿 老水小的时候 这样的话 可以 数中 我们增加 穿刺成功率 的一个机会 因此 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病人的粗压 是41.5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 治疗指南和规范上来讲 这个病人是要去骨验减压的 因为这么高的颅压 那么手术嘛 就是说 我们 平的额底 切个小口 上次 郭主任的那个 坏道上也讲的 平的额底 首先切个小口 切个台西额液以后 我们就可以 血腥脑子 也可以大量的 释放出来 这个时候 一边吸 一边重洗 第二的话 就是说 我们把脑子 释放出来以后 可以 颅压 就得到 一定的降低 第二的时候 我们再逐步的 把 作用膜 交叉式的作用膜解开 交叉的作用膜解开 然后 这个时候 一边解 一边重洗 一边吸 这样的话 就是说 你在树中 这个路亚 得到很好的控制 而且脑子也得到一个 非常 很快就变得 因为高开始 可能脑子弹性不好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脑子的 弹性 也得变得很软 这样的话 就是说 交叉式解开以后 我们再向后 把降低脑子 都做膜解开 你看 实际上 在做脑外杀中 我们这个线 如果不做这个 之后 看不到这样的 血像脑界 有大量的血像脑界 都在 自然脑子 就在一个 血像脑界里面 飘着 这样的话 是素装 我们就可以 得到明显的 如亚 可以得到明显的控制 因此 就是说 会 减少一些脑膨疏的发色 这样的话 我们把 Lilicism解开 解开以后 这样就是说 把目上 目下的 这个脑界循环 都打通 然后 在术后 就是说 把 解开以后 重启完以后 在 我们 我现在就是在 第二阶系 就是 四川阶和 行动漫阶系 放一个引领馆 因为 这个地方 放一个引领馆 相对来说 对于动业上 的影响 小一些 就在 第二阶系 我放个引领馆 那么这个引领馆 要放个 五天到一个礼拜 也有的时候 放到一个 地裁阶系 就是 经动漫和 动业上的阶系 那么这个阶系 有时候 这个管子可能 对于动业上有影响 有时候 病人手术以后 会痛孔大 那么 痛孔大 有时候 这般医生 可能就害怕 那么 有时候 他 结束了 那么 这个病人 是术后 第二天 复杀的CT 那么 这个病人 第二天 我们 他就 气管叉管不耐 早上就 给他拔了 把气管叉管 拔掉 拔掉以后 这个病人 可以将来 回答解带的问题 和将来一些 解带的 中毒的动作 那么 我们 手术以后 将来 一个礼拜的 路牙接护 和血向脑界的 持续引流 那么 你看 这个路牙 得到很好的控制 他就在 15以下 这个血向脑界 得到一个 持续 一天 引力量 就是150到200毫升 转移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病人的 恢复 很理想 这是三个月 水访 我正好用 这个MSE的平方 这个平方 相对来说 更全面 对于病人的 定向力 记忆力 还有注意力 还有回忆能力 和语言能力 这个 各个方面 进行一个 总体的平方 那么这个病人 总体是 一个买方 那么改良的S 改良的MRS 平方 是一风 这样的话 他就有些 不舒服的 但是同期 我有一个病人 就是 他也是 手术以后 我们去古班解压 解压 后来 如果成行 过了半年 他来 他这个记忆里不行 就是 无法进行 他原来工作 他是个银行的人 无法进行 从事原来的工作 需要工作的调整 那么这个人 是从他 到来 这是一个病人 一两个病人 但是这两个病人 受伤的程度 是一样的 就是 我发现 这么个问题 就是到来 后期的病人 因为我们现在的 时间还不是很超 后期的水法 会继续的更进 那么 这个病人 是一个比较重的 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 是脑晒 来我们医院 已经刷上 通晒大 就四个小时 而且通风之降 是六个毫米 GCS平方四分 他是个高处最流伤 那么 这是他的CT CT左侧 有一个 大的硬膜血肿 那么右侧 额内有个脑晒的伤 那么我首先 坐到左侧的 硬膜血肿 鼓拜进行部位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这种病人 压力很高 这个时候 我们从额底 进脑晒 是进不去的 这个时候 进不去怎么办 就是说 从侧面 因为这样的话 你因为压力很高 你进颅底 是很困难 当然这个时候 脑界也能吸一些 但是说 你从额底 是不好进的 这个时候 因为它有 涅液有血肿 然后 App 脚固 这个就是 就是 从涅涅测房 进行给它解压 要的话 我从这 解开了口子以后 这个血肿 它就 由于压力的作用 脑压高 就把它挤出来 挤出来以后 还有大量的脑界出来 这个时候 我就是从侧面 给它进行了解压 从涅侧 进行了解压 这个时候 这样的话 就是整体的 这个 路纳压 得到一个下降 就包括 涅涅钩环晒 得到环节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 从额底镜 就很容易了 这样的话 就和上面的手术一样 我们就是 进行一个 额底的一个 交叉池的解开 血肾脑界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心理就踏实了 这样的话 这个脑池作用 继续进行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个 因为脑压高 刷刷痛过大 这个时候 就是说 四伤脚和 颈动脑 之间的这个阶细 是非常小 四伤脚很肿 它这个 之间的阶细 非常小 因为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需要 小箱 小箱损刷 这个颈内动脑 这样的话 就是我 进行一个 Lily Cream解开 解开以后 就是 把 这个引领管 放在 你看 这个颈动脑和 四伤脚之间 这个阶细很窄 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个我们 进行这样的 处理的话 需要 需要小箱一点 这个时候 小箱损刷 颈内动脑 完了以后 也是放一个 放一个引领管 接下来 放完引领管 我脑压到 很厚的控制 我再进行一个 血重的清除 和接下来的 涅测的 这个止血 最后 这个病人 因为痛苦大 我把他的硬母 约位放回去 古拜去掉 古拜去掉以后 我们这个 这样的病人 就是 进行一个 常规的疏后 症痛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么 这个病人 这是 这个地方 第二阶系 放了个引领管 这样 手术结束 那么 这个病人 这是他第二阶的 CT复杀 坏值也能 开解一些 而且整体上 有一部分 脑子有 缺血 还有点 小的血肿 那么 这个病人 我证件了 一个礼拜 证件一个礼拜 血腥脑界 还是引流 大概150到200 之间的 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个病人 证件 撤掉以后 这个病人 就是说 可以进行一个 解答的一个配合 但是他的 也将增业 和予 增业反应不行 但是你让他 动动手 这些动作 都可以的 而且是 这个病人 我撤掉 撤掉这段的药以后 这个病人 没有进行 气管切开 那么 最后 大概两周以后 他就可以进行一个 解答问题的 你可以动嘴的 对 那么这个病人 因为后期 出现了一些 病患的 就是说 反常有脑散 就是我们做 高氧氧的时候 这个病人 意识不好了 意识不好 一擦以后 他有反常脑散 又给他 走去做到 颅骨的成型 后期 出发以后 他这个病人 能住着龙椅 待三四个小时 就是一个 四方 专业的样子 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部分病人 在我在 宫内脚课的时候 有的专家就问 说这样的病人 你们还在做手术 但是说 可能有些 有些人的这种理念 可能刷头 痛快晒大 可能手术就不做了 然后病人回去了 当然我们有时候 也听到这样的情况 病人回去 死不了 有些病人 病人回去了 马上死掉 他后来又 回去了 又打电话 问能不能再上来 做手术 在我们这儿 现在就是说 刷头晒大 只要他生命体长 能自己维持呼吸 能维持血压 我们是 积极的手术去做的 有些病人 确实能救下命了 就是这个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 是一个动脑瘤 血球症的动脑瘤 血球症的动脑瘤 血球症动脑瘤 55岁 它是刷头晒大 GCS三方 它是5G的病人 那么就是这种状况 这血球症动脑瘤 很规则 我们开刀做 开刀做 完了就做一个 血统的清除 脑池的造露 手术完以后 这是我们的 脑池造露的引力管 那么这个病人 手术完了以后 他的这个脑压 一直不高 因为有这个脑界的 引流脑压 后来经过我们 积极的治疗 当然这个病人 后期发生六邦 体梦这些问题 我们经过 重症的这套管理 这个病人活下来 活下来到了 后来也最先 症状上有刺激 到了快 上次翠月的时候 他这个病人 进行一个基本的 刺痛可以增眼 可以进行一点 解带的取舍 进行基本的配合 那么最近他做了 路股成心 他这个意识抓垮 在比这个血统 又有好一些 自己能磨脸 磨脑袋 这都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 这是 天面是这几个病例的 一个举例 那么接下来 我有去年5月 到今年9月的 一部分病例 我收集了 就是脑外伤 46例 因为这些病人 我们坐上 罗亚接护以后 都用罗亚接护的数据 都是 住月期间的数据 所有的数据 都是我自己 亲自去统计的 那么我又知道 这个手术 究竟给病人 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46例 分成两例 一类是 皂漏子手术 一类是皂漏子 一类是对照族 那么对照族 就是咱们常规的 区块解压 常规的治疗 那么这则皂漏子 也有区块的 也有 我 国外富裕的 因此就是说 进行一个 初步的一个比较 那么 观察的指标 就是说 有这些 记录 初月的 基赛的评峰 还有 素据的 罗亚和 手术完的 罗亚 还有 术后遗留的 罗亚 因为我们 现在罗亚接护 一般大概 放个一个礼拜 这样的话 我们 素中的 素据 素臂的 这个罗亚 进行比较 术后也进行比较 那么手术以后 还进行一个 机械通缉词节 和 重则接护的 读词节 以及这些 脱水药用料 手术改善 读语词节 病史率 进行这些 指标的比较 最后 这是我的 一个 一组数据 那么两株 坏了的 这个 统计 年龄 性比 GCS平方 受伤的程度 P值读在 0.05以上 它是没有 差异的 就是 这两株 病例的 可比 那么它 素切的罗亚 和素后的罗亚 素切罗亚 也两株差不多 P值读在 0.7 那么手术完了 的罗亚 这个 明显的 就是咱们 咒漏组明显 要比 这个 普通 手术组 有低 那么这样也 这个 这个结论 是很好理解的 因为咱们素中 有大量的脑界 去发出来 肯定又低一些 这也是 符合咱们实际 那么在 手术以后 一周 一周内的 这个 卢亚结合 差不多 都在 正常范围 因为 这个就说明 咱们 那 区块检案 也是可以 很好地 控制卢亚 那么 这是咒漏组的卢亚 但是 这两株 这一株呢 这个 脱水药的用量 明显的结底 因此 就是说 做了这个 做了手术以后 我们压力 会得到 横厚的控制 因此 脱水药的用量 会明显的下降 这个就是说 脱水药用量 比对的 左右低 那么 机械通缉和 NNC 注月时间 这两个差不多 那么 手术以后 尤其是重型 弄动手上 他都要做一些 正经证通的管理 这两个指标差不多 那么 注月的时间 咱们的 造漏组有明显 比对照组有短 那么 区块检案的比例 区块检案 指造漏组 百分之五十六 那么 对照组是百分之九十一 那么死亡率 这个 造漏组是百分之十三 对照组是百分之二十六 改善是 这个组有益力变了 是下面 刷口进行一个 枪创缝合以后 我们上来又病人 病情变化 做手术 后来 这个病人改善 改善而且死亡 这是 这么个状况 那么这一组 因为 早期 早期做 有一部分病人 是 国外服务委 有一部分病人 老散的 或者重的 因为为了安全 还是国外去掉了 但是说 去掉的同时 我是硬姆是做了一个 原味的缝合 实际上这样的 好多一部分病人 国外还是可以服务去 这是我的 这组的 数据的比较 这样的话 就是说 整体上 这组 手术 还是能给病人 带来一些好处 那么 这是一个 初月式的 格拉兹格平方的 比较 那么初月式 我们造乐组 明显要比 对照族又 好一些 那么这样来 这样来 这样的话 就是说 我们这个造乐组 可以明显的 进行 弩压的控制 还有 可以 减少 特使用的用量 可以减少 注月时间 可以提高 初月式的 GCS平方 那么这样的话 初月式 一般的脑外上 初月式 GCS平方高的话 以后会越来越好一些 这是我 这个 这一组病例 就46类病例的 一个 零刷数据的比较 那么 就是说 这个造乐手术 能直接改造 我们 带来的好处 就是说 怀疾了部分的 弩压 弩压增高 可以 减少一些 脑膨素的问题 那么这个手术 需要我们一些设备 写微镜 磨砖 当然有一定 写微技术 当然 这一辆的 一个 体会吧 大家 需要 多方面 去体会 多 重新的业症 那么 这是我们音乐的 一个 平面图 我今天 脚就脚到 这儿 大家有些什么问题 怎么一起 去讨论 有什么问题 咱们一起讨论 感谢王师兄 讲的这么 精彩的一个 我也是今天 头一次 这么完整 听到 我觉得师兄 做这个 真的特别好 然后 大张点 发心 我这些 声音大点 声音大点 能听见吗 可以 的确 是 这个观念 的确特别新 第一次 完全完整的听下来 觉得 真的 挺有效的 应该是 因为的确 打开 打开 交叉池 中版 再加 LilyQuist 瓷膜 桥前池 这些都开放之后 的确对脑袭释放 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然后刚才看师兄 从前到后的整个也做的比较立体 在临床这块比较立体 就是一些技术 我相信对很多高年 医生技术方面 肯定技术层面 可能没什么问题了 以及就是说 这个理念这块 有可能带更新 刚才师兄 你说那个放那个管 那个位置 放那个管 那个位置 我想就是问一下 就是说 他那个对那视神经的话 有太大的影响吗 你放在那个第二间系的 之后 第二 就目前来讲 没有发现 对于视神经的影响 因为是有一例 我一般是这个地方放 有时候就是这个地方不好放 阶级很小 有次我就放到一个 紧带动脑和动业传言阶级 地产阶级 那么放到这个地方以后 就是说我们手术完了 我们回家了 回家了 一刺激一个 通口大了 通口大了 这般一复擦 一复擦这个 谁提也没啥问题 第二天我去了 我说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这样的话 就是他路亚 很好的控制 有这个问题 因为动业传言很敏感 可能你这个引力管的刺激 他动业传言会有一些变化 这样的话就是对于 咱们术后来讲 尤其是咱们外扫手术 手术以后 通口一大 就很担心 咱们自己做了 可能在这方面心里有素 但是如果别人看见 可能比较麻烦 师兄 我还有问题 就是说咱们开放 这几个脑池 这个顺序 一般也就是 我刚才听你那个 我大概听出个顺序了 首先是交叉尺 这个吧 我觉得 这个根据素装弩压的情况 你暴露看哪个 这个东西都没有一个的顺序 你比如说 有些脑子总要到了 整个动脑池了 只要因为你一开放脑池以后 脑池出来以后 你弩压都很好控制 如果弩压很好的话 你可以按这样的顺序去做 这个没有是说 必须先开哪个 何开哪个 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 顺序了 不是很严的 我刚才没听到你说 把这个策略这块 策略这块还用 策略不动它 策略一般情况不动也可以 因为这样外上的情况下 你只要策略弄起来 有时候对策略或者是其他的手伤 可能动作一点大 当然我知道有些大夫 就是说外伤他也不是这样去做 就是为了练习一下技术 他把策略打开以后 感觉到手术还很好 但是就这样 为什么好也不去管它 反正我是这样去做 如果要是开放策略的话 他比如说 内测 因为你已经把内测的屏都打开 从内测再往外开放的话 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说目前来讲 就是有这些脑汁 陆底的脑汁也就应该是很充分了 很充分了 你开策略倒是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你速度要延迟一些时间 或者是 而且加上如果年龄大一点 这个策略的血管比较脆 有时候给你带来好多的发生 也会有些静门的损伤 哎好了 好的 谢谢 谢谢王老师 你答 好 王老师 你好 杨总 这样就是说你这个硬膜打开的时候 是现在没有那个 我看你那个手术那个是 打开一部分硬膜 然后进去 全打开的话 这脑子有点膨 是不是也不 对 应该这样的话 就是我硬膜就打个两个 两三公分一个小口 实际上你 多多控制 我现在的关键的问题 就我硬膜 打个小口 然后 我是要放脑戒 只有放通脑戒 压力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压力低了以后 我再把硬膜解开 是这样一个方式 因为你没有释放脑戒以后 压力很高 压力很高 你解开硬膜以后 一下脑子鼓起来 这样手术就 不好收拾了 是这么一个状况 这样的话 我硬膜是也打开 当然如果是硬膜家 有虚种 它打开硬膜 你可以 把虚种吸走 也可以这样先解压 那么 这样也不可能解压 再把额底抬起来 抬起来 实际上就是说 我首先释放脑戒 把脑戒释放出来以后 压力很厚的控制以后 我再做虚种的清除 或者是再做咨询 那个硬膜 最后我看你缝上了 又去了古巴了 对 就疯了硬膜 又去了古巴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 因为是这样 实际上这是 走机的一个探索 因为 从App以上那儿 就是这部分辩论 完全只有在树中 你看见脑子 塌得很好 也很软 台上也很好 这样的话 古巴可以复回去的 那么 咱们现在这个经验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理念 还是有 尤其脑袖辩论 脑袖辩论你要去古巴 但是呢 我把硬膜原味封回去 封回去如果手术以后 得到很厚的控制 而且手术仰不高 那么为我下一步的古巴 会提供一个 一个 行李上的基础吧 或者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保障 看你硬膜 缝了 骨头去了 那那个 减压的效果 还是不是特别充分 如果这么考虑的话 不是减压 但是你有脑子的引流 减压就很好了 对对对 我说现在你如果你减压的话 对 所以你就是靠脑吃 从这个解压来 就是九度来讲 大古巴解压 12乘15 咱们远远不够这样的大古巴 知道吧 像这个 那个刷车通过大的这个变论 古巴的范围 远远不够 这个大古巴的范围 但是说 我的这个做法的理念 和这个去古巴解压 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是从 颅底把脑界释放出来以后 我压力已经很厚的控制了 我就不需要那样大的古巴 现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手术以后 这个古巴 第一个古巴不用太大 那么 想到的一部分变成 你早期可能行李不踏实 做的世界长老 相当的部分变成 古巴不用去掉 这样的话就是说 对于他的交着脑脑循环 就是包括这个 Jeffrey的这个实验 对于交着脑脑循环 包括脑功能 包括最近一个 王先生也是说 这个去古巴解压 对于脑的认识 功能的认识 脑的灌注 都是一个不良的影响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古巴 如果能复位的话 对于病人后期的预后 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 首先要保证 这个脑髓作压 或者 事实上就是说 咱们去古巴解压 去掉的溶积 因为你要缝头皮 骨头去掉 也就是个五六十毫升 就咱们这个大古巴 也就是个五六十毫升 那么这五六十毫升 我们 数何引力脑界 在一百到二百之间 那么这个空间 最带上它这个 古巴的一个 一个体积了 每天引流这么多是吧 然后每天引流 一百五到二百之间 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个管是用的什么管啊 呃 现在有美东粒 美东粒有一个 虚总的那个拐子 美东粒那个虚总的引流拐 它那个拐子是 又细又光滑 而且它这个拐子的末端 你看那个小孔 它那个孔是很细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拔的时候 进去的时候 对于这个周围的 生经血管 损伤 不坏也太大 因为咱们普通用的 那个拐子 那个侧框太大 我就担心怕 侧框大了以后 对它 你拔拐的时候 对于周围的一些 血管生经的损伤 那么这个拐子有这个好处 它非常棒 这是美东粒的 摇打池引流管 为用的 不是摇打池引流管 它是一个血统墙的引流管 它的内径是 这径是2.8个毫米 不是油脂引流 哦 还有专门的 他们专门有一个 脑屎引流管 就是或者是 勾向脑出去的引流管 它有这么一个一个管子 哦 嗯 对 完了我可以把这个管子 给你发过去 我也试试 我让我们组织院 让他们也 嗯 对 我觉得这个 而且是这个 脑吃的引流是 我现在是担心 怕引流固度的 这个有时候 要要要 数学有管理方面 要要注意 不该一下子放开以后 它这个引流非常通常 就是这个引流量 我们要控制 不该低路 我们发生过几个低路 一下子放开以后 这个引流太多了 后半也顾不上管了 低路 脑散 通口大了 一不擦 一不擦人家脑子 压力不够 但是就通口大了 又喝了去古外 去古外压力不够 实际上就是 就是我 我有一个病人 吃下这种状况 我就是把 第一个把引流关掉 第一个把船头放低 这样这个病人就过来了 嗯 嗯 行 我们也试试 那可以 可以这样去 尝试一下 嗯 有些什么问题 留个100 150左右 每天 150左右 应该没有问题 嗯 嗯 尤其是动脉瘤 我觉得动脉瘤的病人 呃 大量的作脉下 出血以后 手术完了以后 你放一个这么个管子 引流上几天 对于病人的 术后是 很有保读的 术后的 预后和他 血管精来的环节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你这个血腥脑界 你不做引流的话 他又靠自己吸收呀 你想这么多的血 让他自己吸收 肯定对 第一个后期的 脑结果发生 还有一个 脑髓状 血管精来的这些问题 呃 当然这些东西 需要需要进一步的 去去研究 去做实验 或者直接的去证实它 这个脑结引流 和奔力引流 直接的一个一个差别 那么这个 这个需要 需要大家去去研究 嗯 嗯 嗯 哦 这边 正宁也来了 王正宁 王正宁 哎 左下角有一个精英的 正宁把左下这个电源打开 左下角有一个 出镜英 哦 对对好了好了好了 正宁好 那个我刚下手术 错过了 8点钟开始 结果做到现在 搞到现在 哦 没错没错 嗯 啊 我刚刚过来 没听到你一点点结尾 我上次也有一个病人 就是我上次也请教过你 就我那个病人 做了脑石道路之后呢 就颅压很低 骨疮 骨疮 骨疮也去了 然后骨瓣 那个骨疮那里很软 后来就 后来就两面通宫大了 然后复查CT 那个 比较 有很多气 应该是 也是 也是过度引流引起来的 对 引流量 几个小时就引了 一百 一百 一百五十 太多了 太多了 后来 后来那个病人也没有 没有救回来 那个 没经验 嗯 后来后来请教了王主任之后才他知道这个脑石道路如果引流过度的话问题就更危险非常危险 后来我们就控制每小时大概七八毫升吧每小时七八毫升然后一天的引流量不超过两百 嗯 然后没有再出现过我我我做了不多呃做了总共六六七个病人吧嗯 嗯 有救回来的可能有三三个三四个吧其他的也有效果很不好的 还有一些树中脑棚出根本就放不了脑机业的 我不知道树中脑棚出的那种呃就是打开一个两两三公分的一脑膜那个小口 但是还是还是还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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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的空间去放那个 那个 进了个外池那里脑机业所以有几个还是失败了可能还需要总结总结经验教训 嗯 现在这种状况就是说呃因为我们有卢亚结护手术之前放卢亚结护 那么如果卢亚在六十以上六十毫米公租以上的病人 这样的病人你要做脑子之后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有时候我要尝试说切脑子切完脑子就肿起来 或者是释放脑机也释放脑机压力能下降到十几二十 那么你一不释放以后马上又 那么这种状况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献就是说呃就是说 呃就是说捏捏的切除 捏的切除就是这样的状况不要不要去脑子造漏了 我把捏捏要捏极呃捏中回捏下回都要切掉 切掉以后要把侧脑子暴露出来又把呃勾回切掉 这个暴露环齿那么暴露环齿以后这也是一个脑界的引流 环齿以后这大量的脑界出来以后压力才可以得到控制 我在做一个脑梗35岁变成脑梗 脑梗以后压力很高打开以后就我看那样高的压力 你就没法经常处理后来我就把捏切掉 切掉以后把钩回把环齿暴露出来 这个时候脑界就流出来 流出来你就压力可以得到控制 这样的话就是后来把行动目准备 要么你可以进行接下来的硬目扩大成型 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处理是这样的病人没有办法 对下次可以试一下 对可以这样去做 这就是速装碰解这么重的病人的一些方法 目前来讲可以这样碰到压力很高的病人 因为脑车造了它不是一个外能的东西 它是一个适应于一部分病人 这样的话就是说一部分病人压力很高 咱们入底进不去 入底进不去以后我可以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把捏切掉 捏扯其他的硬目不用打 捏扯切掉首先我把环齿的脑结石放出来 这个时候你降卢压 如果速装卢压降不下来 你再怎么那我们没办法 对 我们有卢压结果就是说60以上的卢压 60以上的卢压 尽管你速装能控制到20多 那么手术以后病人的卢压一天增加10个毫米 一天增加10个毫米公租 那么增加到60其实这个病人最后不行了 速装的那60多我们没有过来的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脑迟道路现在 如果入阻的话有没有什么就是禁忌 禁忌症就是哪一种情况是不可以去做 不可以去尝试的 就可以要要要排除掉的这种病例 实际上老师到了第一个 他的手术适应者和咱们普通的外刷手术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就是说你在做外做外刷的时候 你你你为了控制卢压我我释放脑结 他的禁忌症那你有手术适应症就没有手术 没有这个遭漏的禁忌症 当然你这你说路亚高 那那个太高 路亚很高的硬包包的那种 那种你 那你小罪啊 没办法 没办法 那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 王主任也就是述中这个张力还可以的 咱们可以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对对 但是如果是张力特别高的话 确实也是进不去 那进不去 进不去那你就不要不要想讲 那就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我最近见的那个文献就是七几年一个耶鲁大学一个教授 他做了二十多类 就是也是外伤 他说因为三十多年 年轻的这些脑外伤是很有机会的 其实我没有去想办法去给他做 那么做他就是他有也是二十多类的病人 他就是做了个孽液孽 他吃的范围很大 就是孽中回孽下回 首先要把这种 切掉上界到了侧脑室 侧脑室液久 把这些暴露存来脑界 怀齿 所有暴露存 这样的话他的那个骨刷不大 他的主要目的要把这部分怀齿暴露出来 那么经过孽液也切除暴露怀齿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咱们宁母的孩子也不大 这样的话在显微镜上下做这个是没有问题 我是做了一例 就是正好数种碰见脑子骨子很厉害 就是一个脑梗的病人 年轻嘛 三十五岁脑梗 他的压力很高 痛苦大了 压力很高 以后这样的话 我做一页目扩大成形 也解开脑子骨起来 这个病人不行 后来这个病人 我就兼顾这种方法去做 当然外上中我还没有碰到这么高压力的 因为最近才知道有这么个做法 也没有尝试 以后可以在这方面 就是你脑子造了没法做的病人 可以这样去做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在手术当中 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这样去对待这部分病人 比如说额捏磋伤 脑子也有点肿 你是先切额了 先切捏 如果总的厉害 你切额老鹅你到不了 当然切老鹅你能到了颅底的脑子也行 如果说出伤很厉害 你比如说 但是说有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压力很高的话 你切额切完以后 有时候不好暴露这个东西 其实你也可能怀持这份脑界更多一些 师兄你有没有那个 在那个恶性脑梗死那种病人上 尝试过这种 脑子做了吧 对对 就比如说大脑中 整个大脑中都闭了 然后也错过了那个对加取栓 拉栓那个时间 讲这种的你说 这个就是我 虽 咱们财大域的王红星主任 做股这么一个 因为有一次他和我说 我在脑梗病人中还没有这样去做 就是说刚才我做脑梗 我又叶木枯大 从现在是鼓得太厉害 压力很高 我做了一个孽的切除 王红星主任 其实因为做完叶木枯大以后 感觉这个脑子还鼓 后来他做了个脑子造罗 释放了脑间 这脑子压力下来 后来恢复也可以 可以这样 实际上这个技术 就是说做的多了 有认识了以后 大家对这个技术了解 或者说充分认识以后 它是咱们数种控制脑膨 控制挪压的一个手段 这样我们这样奴底和释放脑界 脑室内释放脑界 这是一个前提 就是不过和咱们做动脑的 做动脑的 只要看见脑界 释放出大量脑界来 他心里很开心 这样脑子很好弄了 是吧 你如果这个脑界释放出来 释放不出来 这就比较麻烦 OK 好 那就没问题了 接下来杨主任讲一下 你的一个 纠正量把循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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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